十五堂呢,历来把它看作是这个 养血调经的一个基础法 能够养血调经 从养血来讲 它正后啊,反映出的病基是血虚血治 血虚血治 所以在八十年代开始出了一些地方教材呢 写到十五堂,王老师他 养血虚弱并基是 养血虚弱 后来从这个五版写到养血虚治 这比较准确 以后一般都这样沿用下来 这些片区地方的教材呢 我看到还有养血虚弱 说针对血虚症 实际上呢 他的症候这种 虚治啊 有血虚血治 这个特点 看起来血虚血治是分开的 各自孤立的两个概念 临床上实际上呢 这种情况很多 应虚治愈了 就相当于自来水管理的血脉当中 血一不冲 自来水管理水少了 水少了 你看都会流出黄水来 都会流出水垢水秀了 那血也这样 应虚往往导致 这个血治 血虚弱气血治 所以这个方法不是说单纯补血 补血和血 它是补血和血 补血和血的结合 所以从表现来看 它主要反映了 这个心肝血虚呢 侧重在肝肠血不足 肝肠血不足 这是虚的方面了 那肝血不能上荣头面 头和木穴 面色无华 心肌失眠 是肝血不足 不能含养心神 有心血亏虚的表现 心肌失眠 心肌啊 血不能含养心体 血不能含养心神 心体失养 心神失养的表现 唇淡甲枯 还是表现的血虚 或者肝血 肝肚煮精 齐花带枣 失去肝血卢养 可以呢 出现口唇淡 或者前面说面色无华 都是血虚表现 甲枯往往是血不养精 舌相脉相 也反映出一种 血虚血质的状况 所以这个方法组织当中围绕 引血虚质 引血虚质 这是一般的血虚见证 一般的血虚见证 复刻方面主要涉及到月经 所以说它是调经的基础方 这个 月经方面体现的一种 血海空虚不足 充任虚损 充为血海 任主胞胎 那复刻方面如果说 阴血不足 充卖不充啊 就可以血海空虚 造成月经匮乏 月经量少 甚至于呢 经血无缘 造成必经 那这个 充任不顾 造成胎动 下血 漏下 所以血虚之后 可以血滞 血滞呢 那浴血可以导致出血 血虚之后 气必少也 也能反过来加重 气虚不顾 所以这个呢 是由于血虚之后 可以激发引起的 血虚引起血滞 当然血腥不利 可以造成啊 血经不调里边 加油血虚 加油血瘀的这种不调 以及呢 不痛则痛 偏虚症的这种痛经了 这是 整个这个病级围绕的 不管全身心的 心肝血虚 或者 妇科 血海空虚 这个 都是一种 血虚间血滞的表现 既然从病级来想 血虚间有血滞 那不仅仅要补血 还有调血 调有调唱的意思 补血和活血相结合 人们往往又叫它 叫和血 也叫和血 所以当归是比较典型的 那种和血之品 当归认为它是和血 因为它既能够补血 它又能够呢 活血 这个方是一种 补血方面的一种基础方 繁衣是从基本的配物的结构 在羊血方面 基本配物结构 一般认为呢 所定为军药 这个方式灵活运用了 原书里原来说过是 这个 要做军药的量大 比如 熟地用 这个四两 那这个 这个 少药 用它的一半 当归穿用 再一半 它灵活的 因为这个方式 出在很多书里 用法不同 但看起来呢 很多药都可以当军药 当军药量都大 功效吃重点就变化 所以我们从补血角度的 安排军臣作使呢 熟地当军药 是大家比较统一的 它补血田径 它既能够补血 甘温 又能天津补血 经血互相转化 甘胜同质的 这个 少药当归呢 共同点都能养血 都能止痛 在这里呢 少药 那个一阴养血 当归补血活血 那就能够增强熟地的养血作用 而且使得熟地呢 补血的同时啊 体现通补 结合起来以后 体现通补啊 补而不至 穿胸作为主药 它不能直接补血 由血运 由血运 运主生肌 运血不屈 心血不生 这个角度 它当然 血运气 血运气 穿胸也用来治疗的 但这里主要呢 是活血型气 血中制气药 这四个药啊 古人当归穿用的 活血认为 血中制气药 熟地 白手认为 血中制血药 补氧为主 所以 配合起来 围绕这个补血功能呢 那是 补血 活血并用 并用 所以考虑比较全面 这是一般 君臣 左药 这个 基本结构的分析 我们说到 这个方案又是个 调经的 基础方 越经不调 不外乎 譬如血虚 为主的 血运为主的 或者呢 痛经 当归是 调经的药药 越经不调 可以当归为君药 那它的量 就相当大一些 手药 穿胸 作为 成药 因为都能 帮助它 止痛 帮助它 调经止痛 因为手的 阳血 作为 这个 左药了 这个方案 还可以用于 活血化鱼 成为 活血化鱼的一个 基础方 里面的主要结构 加上 陶氧 红化 不陶氧 事物的 活血化鱼的 基础方 如果用来 作为化鱼的话 川胸 可以做菌药 当归 少药 可以做成药 少白药 改次少 川胸 当归 少药 这是 后来用于 活血化鱼 一种 很多基本药物 那 熟悉呢 考虑活血 不伤心血 那样减少 作为一个 左药 这又是一种结构 用于这个 血运 引起 腹痛 要止痛 少药 可以做 军药 擅长 缓 及止痛 当归 参用 增加 它止痛作用 那 地方 也可以 做 左药 所以 针对 血病的 不同 情况 汪昂 说 这个方 事物 熟地 熟地 于 归凶 血迦 百病 此方 通 灵魂 运用 灵魂 运用 安排 君臣 左死 灵魂 运用 用量 那 过去 有些认为 就是说 谁当 君要 乘 要 左药 君臣 之比 二比一 乘 左之比 二比一 我有这样看法 这个太机界了 但总体 以哪方面 功效 为主 哪个 做君要 那他就 量 应该大 这是 方译 分析 所以不是说 固定谁 做君要 如果用于 补血 作为基础方 当然说 你做君要 所以 至于 已经说到 四五 他这个名称 有人认为 四五的物 古代是一种 有四类的意思 不同类 认为 这四个药 都是血缝药 多不干净 但治疗方向 各是一类 各是一类的代表 所以 十五 它是四类 就和在一起 要灵活 应用的 不是固定的 有这个看法 所以 像这个方理 利用的 地方 所有的相配 当个 串凶的相配 这里都是在 这个 历来一种 配物基本结构 基本的结构 围绕着 羊血 活血 止痛 调经 这几个方面 它各有特长 要灵活 结合运用了 这是 四五堂的 方译 分析了 所以我们这里 当然供一个 参考 就是说 它这个 食物汤 在用于不同 情况下 作为主要药物 和它一种 这个 主事的一种安排 前面讲的血徐 血淤 血智 或者 月经不调 或者 腹痛 为主的 那是用 军药 就可以采取不同 后面相配 就有这个 安排次序 主次程度的 一个不同 这是一个 作为参考 根据这个 所以说 汪昂 就是说 血痂百病 此方中 用这个方 灵活 应用 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 方译分析上 君臣 佐史 以血虚 为主的 一个标准 一个 君臣 佐史 安排 其他 灵活 运用 这个应该 在 教学当中 这个应该 强调的 从 十五堂 一个配武特点 来看 当然 原方 从安排 用量 来看 是 补血 为主的 当然 不同的 历代的 一级当中 有的是 就各等分 有的 手里 八一两 少要当归 四两 传凶二两 也有这样的 也并不统一 各个时代的一家 根据自己的一个 用法 也确定用量 但是他都有这样的 主次 有这种主次 所以因为 不血 而不自血 行血 而不商血 全方偏温 温柔而不造 滋而不济 因为他配了 穿凶 当归了 那现在呢 比如比较 自腻的手地 那很多 都是用 杀人 办了 本身 能够减少 他的 自腻的特点 那有时候 比如我们 习惯 开个手地 里面开上 五分 杀人 同用 可以减少 他的自腻 程度 便于服用 久一些 否则你 你手地为主 都放你吃一顿 他就 这个 受不了 弃之作胀 这个 所以要 注意呢 这个 是他这个 不悟而不自 自而不腻 自而不腻 在运用方面呢 他以基础的 血虚见证 为运用基础 也就是说 你不管是 用来补血 用来调精 他应该有 基本的血虚见证 血虚型的 面色无法 投影星际 纯甲色弹 色弹麦戏 这类都是 常见的 心肝血虚 最基本的表现 如果 有阴虚 血本气托 这类的 这 不适宜使用 不适宜使用